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功的第28条法则 就是遵照自己中构别人的方法去做事 很多时候自己去叫人做事很容易 因为别人做自己不用做 但是当如果你叫别人做事的时候 同时间自己都一样去做 别人就会觉得这样才是真真正正叫我做事 而双方这样是一种真正的沟通 如果你叫别人做 但是如果自己做不到的话 他一定不会服你的 所以说当你怎样去叫别人做的时候 自己都要严格合一 这样是一个好的专门 甚至是一个好的经理 或者是一个老板 你不断地去叫别人做事的时候 你自己同时间做事 双方就会有一种投契投拍的感觉 所以这种感觉走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效果都会产生非常之高 然后你做得到 双方就 influential 你给你那边 退 Home 王姑娘 你会想最好